所以人生就是这样 有时候就像电话线一样 你正在正常的运作 它突然之间断了 就是你做人也是这样的 你正在这个 在人生当中在活着 你就为了为名为利 为了自己的生活 你在活着 但是突然之间 你的命可能就没了 就断掉了 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菩萨告诉我们的 在人间永远是无常的 这世界一切无常 所以你就是在无常的世界当中 你要时刻做好准备 要多做功德 赶快的超度 对不对 真的是麻烦 所以每个人都要做好思想准备 每个人都要能够接受一些 精神上的一些准备 就是让自己能够 更多的 能够战胜自己心中的烦恼 这是 我们都要听到 一个人 我们都要听到 我们是最后一切 感谢观看